陈冠林在15日金船发生车祸 当时他正准备从快速到路下扎道 在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的车撞上 因为对方没有减速 所以冲击力道不小 整个安全气囊都爆了 所幸他有系好安全带 人才没有被撞飞出去 从他晒出的车祸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的车位被后车撞到凹陷 对方的车头更是烂成一团 让他无奈直呼 美女你完全不刹车的来kiss我 厉害了我气囊都爆开了 同时也幽默自嘲老天抓一笨小孩 知道他勤俭持假 但要让他换车也不是这种方法 但他也强调自己无大碍 只是手有点肿痛 也担心身体有内伤 所以之后还是会再到医院检查 要粉丝们不要太担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